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继续分享熬游第173篇,赵书记来了。 汪竹烟首先站起身笑着打招呼,显得非常恭敬客气。 陈海洋这下有些尴尬了,这相当于背后说人坏话被人听到了。 问题的关键是,到了他们这个层次的人,这种说话被人听到很难堪。 陈海洋坐在那里都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淡定。 赵平的脸上倒是很随和,笑着看向陈海洋说道,陈书记也在这里,那就太好了。 陈海洋听到赵平的这句话,心中反倒是有一丝不安,很本能地问道,赵书记有什么事吗? 陆宇刚刚给我打电话,他说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向英瑞有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实际的证据。 赵平一就是很平和,只不过,对于陈海洋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完全没有想到。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胸口就像是塞满了棉花,呼吸都困难,似乎都要窒息。 自己还没有收拾掉陆宇,反倒是自己的人要被陆宇收拾了。 陆宇就像是官场的破拆机,已经把东阿市弄得天翻地覆。 此刻在他看来,陆宇简直比孙猴子都可怕,继续下去,恐怕整个东阿市都要被坍塌。 陈海洋的怒火也彻底地被激发,他也不再客气,甚至不怕撕破脸。 而是将手中的另一份材料递给了赵平说道,赵书记也看一下这份东阿市的报告。 陆宇在东阿市已经完全违反了用人管人的原则,甚至就是要一言堂。 赵平闻听倒是愣了一下,陆宇连常委会都控制不了,怎么能成为一言堂。 他没想到,竟然这样指责陆宇。 东阿市可是地地道道的本地派的后花园,那里是被我们经营得像铁桶一般,油泼不进水泼不入,要不是陆宇的空降下来,恐怕现在还是铜墙铁壁。 如今却是在指责陆宇,这就有点像恶人先告状,他反倒是笑了。 陈海洋看到赵平这样温和地笑,透着自信,他反倒是更加来气,赵书记难道不相信吗? 汪竹烟看到情况已经差不多,于是就对赵平说道,陈书记的这个报告中说,汪施师是陆宇利用个人关系给他空降过来的。 赵平听到这个消息,眼珠子都瞪圆,差点笑出来,望着汪竹烟。 陈海洋见状,则是非常地不爽地说道,这是汪施师自己主动与逃城难承认的事。 赵书记还是看一下这个报告,要彻底地了解一下东俄市目前状况,免得被人给骗了。 陈海洋依旧是非常地恼火,依然坚定自己的态度。 陈书记,我们还是先说一下眼前关于向英锐的事情吧,他现在相关的证据都已经齐全了。 赵平想要给陈海洋留个面子。 陈海洋却不这样想,他觉得如果向英锐再被带走,那么整个东俄市就彻底地失去控制了。 赵书记,陆宇可是你给要来的,现在东俄市被他弄得一团糟,甚至自己喜欢的女人都空降过来,你难道不该解释一下吗? 陈海洋握着这份报告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显然很激动愤怒。 赵平想要给陈海洋面子,却没想到陈海洋依旧如此坚定,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报告有问题,就有些无奈地看向了汪竹烟。 汪竹烟心中都乐开花,都想要给自己的侄女一份奖励了,不仅逃城南被耍了,就连陈海洋都被耍了,这脸丢大了。 他也清楚,这毕竟是官场,有些是适可而止,于是就看向陈海洋说道,陈书记,忘记和你说了,汪诗诗是我的侄女,是我把她空降过来的,与陆语无关。 汪竹烟侄女,陈海洋听到这句话,整个人就像是被雷击中,张着嘴,看着眼前的汪竹烟,又看着赵平,都傻掉了,做梦都没想到,竟然是假的。 这一刻的陈海洋,都恨不得把逃城南叫来,狠狠地踹上两脚,打上两拳,怎么能做出这样白痴的事情,怎么会拿出这样白痴的报告,这不是在故意地误导自己吗? 他现在反倒觉得赵平没看是种幸运,否则会更加丢脸。 他的手握着这份报告,就像是握在烧红的铁棍上,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海洋觉得自己连火辣辣的热,怒火更像是涌动的火山,随时都能爆发。 汪竹烟为了顾全陈海洋面子,看向赵平,与其极其严肃认真的请示道,赵书记,现在关于向英锐的事情证据确凿,我们下部该如何处理? 我本来想找汪省长与陈书记一起商量,如今正好都在,我们也谈一下这件事情吧。 赵平心中反倒很高兴,本来他还担心这件事让陈海洋会坚决阻挠,那时就比较难办。 毕竟这个班子也需要团结与和谐。 陈海洋如今的这个低级错误,恐怕让陈海洋也没法说太多,反倒有利于这件事的处理了。 汪竹烟也清楚,立即很配合地说道,赵书记说得很对,我们的确该商量一下,先达成我们的共识。 汪竹烟说完,目光看向陈海洋,眼中都是询问和请示。 陈海洋感受到汪竹烟的目光,无地自容,毕竟人家是省长,用这种请示的目光看着自己,把自己摆高了,更是与刚刚的低级错误形成鲜明对比。 陈海洋更郁闷的是,因为低级失误,导致想要解决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更是阻挠不了。 他现在既恨东阿市的这些干部,同时也恨陶城南如此平庸无能,拿出这样的报告。 自己现在拿着这份报告,得罪了省长,背后议论省委书记,又被省委书记听到,相当于把他们都得罪了,这脸丢大了。 呼!陈海洋呼出一口气,让自己的怒火尽量压制了一些,看向两个人说道,既然有问题,那就差。 狠狠地差。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绝不姑息。 陈书记果真是好格局。汪竹烟趁机夸赞。 赵平也点头,看向陈海洋说道,既然我们三个都能达成共识,那这件事就基本定下来了。 陈海洋的心中都是无奈和郁闷,只能是用力点头,表示支持。 但他的心中却都是恼火,自己又失去了一个力量。 三个人接下来又谈了一下关于人选的问题,陈海洋虽然尴尬,但还是据理力争,想要派一个他的人下去。 现在公安局局长是齐雅如,已经是空降过来,若是再让赵平的人担任政法委书记,岂不都是赵平的人了? 屋内反倒是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 汪竹烨很聪明,他想到赵平来找自己,肯定已经有了人选。 汪竹烨于是就看向陈海洋提议道,陈书记,公安部的人之前已经下来调研,发现了很多东厄市的问题,要不然,我们等他们的问题公布之后,再根据存在的问题研究人选如何。 陈海洋听到汪竹烨的这个建议,心中倒也多少有些波动,点点头说道,也好,这样能够找个合适的人彻底解决问题。 汪竹烨又看向赵平笑着问道,赵书记也不会差这一两天吧。 赵平摇摇头说道,当然不会,那就等一下吧。 汪竹烨微笑看向两个男人,这件事就暂时先这样。 汪竹烨反倒是在两个男人之间实现了平衡,她仿佛做个决定。 赵平点头微笑,我还有事先走了。 陈海洋很没有面子,站起身离开。 剩下汪竹烨和赵平。 哈哈,汪竹烨忍不住已经大笑出声。 赵平也是摇头苦笑,想到汪施施制造的这个乌龙,她即使觉得可笑,也是觉得成就了留心下不到来。 你说陈海洋回去,会不会气疯了? 汪竹烨停下大笑,看向赵平问道,肯定会气恼无比,毕竟这件事太尴尬了。 赵平语气中充满同情。 诗诗这个丫头,淘气一回,反倒是立功了。 汪竹烨说完,看向赵平问道,你们现在有合适的人选担任政法委书记吗? 陆宇要让留心来。 赵平说完,专门强调道,要不是为了这个臭小子的事,我也不会来找你,碰不上这样的好机会。 那个小胖子下去啊。 汪竹烨嘟囔一句,继续说道,这要是两个人合作起来,估计东俄市真要天翻地覆了。 这件事看似好事,但也把陆宇的牌打得差不多了,一旦离开东俄市,下部发展的时候,陆宇将要面对的压力更大,对手更强了呀。 赵平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担心什么?他们陆家将来不可能不管陆宇,也不能不替陆宇安排,再说,还有我们,把他送到政厅以上很容易,以这个小子的干劲和聪明,未来的路也好走。 汪竹烨倒是表现得很自信。 赵平没说什么,只不过他的脸上却没有这种轻松,甚至还多了一抹压力。 他很清楚,有些事情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陆宇越是优秀,想要狙击的人更多。 沐秀于林,封闭催枝,就是这个道理。 尼家和尼洪超当初已经是在狙击,只是失败了。 别想了,东俄市的发展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江东省,更是为了国家。 所以,我们应该支持陆宇,哪怕最后真的出现了那种局面,我们也要去做。 汪竹烨表现得倒是很坚定。 好吧。 赵平说道。 那就等刘欣这个小胖子努力好了。 汪竹烨倒是充满了期待。 陈海洋此刻已经回到办公室。 他脸都黑得要滴水,二话不说就拿起电话,拨打陶城南的电话。 陈书记您好。 陶城南接通电话,无比恭敬地说道。 陈海洋听到这个好字,格外地刺激,怒不可结之下,直接说道,好个屁。 陶城南闻听,吓得一哆嗦,隔着电话都感觉怒火就像是火山。 此刻若是在面对面,恐怕已经给自己两个嘴巴了。 陈书记,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陶城南瑟瑟发抖地问道, 你们是猪头吗? 怎么会写出那样的报告? 怎么会不把事情查清楚?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的老脸丢光? 陈海洋的怒火就像是咆哮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 陶城南在另一端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全身都瑟瑟发抖。 他没想到陈海洋会如此愤怒。 陈,陈书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陶城南几乎就是硬着头皮询问。 谁告诉你,汪诗诗是靠陆宇的关系空降来的? 陈海洋想到这件事,都恨不得给陶城南童两刀。 汪诗诗自己说的,他亲口告诉我的,因为喜欢陆宇,所以陆宇把他空降下来,而且还有陆宇和他们拥抱的录像和照片。 胡说八道,你们简直就是一群猪,哪里是什么陆宇,陆宇哪有这样的能力。 陈海洋此刻也冷静了很多,越发觉得自己当时太大意了,依靠陆宇的能力,照平支持,也未必能够把事情如此轻易解决。 陈书记,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也是猛了,彻底搞不懂了。 陶城南的语气中充满焦虑不安,急吼吼地想要知道答案。 陈海洋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尽量让自己平和了一些,对陶城南说道,他哪里是什么靠陆宇关系空降下来了? 他就是汪竹烟的侄女,是汪竹烟依靠他的关系给空降下来的。 谁的关系?汪竹烟的关系。 陶城南连声询问,他的脸都已经白得像白纸了。 我拿着你的这个报告去找汪竹烟,还想要和汪竹烟联合起来对抗照片,结果全部被误导了,我的脸都丢光了。 陈海洋此刻说起这件事,还是恼怒不已,甚至老脸羞红。 陶城南已经紧张得不知所以,他自责地说道,我专门调查过汪施施,他背后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父母都是普通人。 所以我才会这样动手,要不然怎么可能? 陶城南还有些暗自侥幸,今天没有赤裸裸地想要前规则汪施施,否则更晚了。 陈海洋听到这句话,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是公安系统的调查,就想到了向英锐。 陈海洋再次涌动说道,向英锐现在已经证据被人收集齐全,赵平已经同意把他带走调查了。 什么?向英锐要被带走调查? 陶城南的语气中都是惊恐,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后怕。 甚至都在担心自己的命运,眼前的他,觉得自己好像都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现在连候选人的事都开始研究了,向英锐被带走调查已经不可阻挡。 陈海洋对陶城南冷漠地说道,估计出不来了。 陶城南吓得手一抖,电话都啪的一声掉在了桌子上。 嘟嘟,陶城南的耳边已经传来了电话的挂断声。 这个声音就像是死亡的宣判声一样,让他的心头更加冰冷,更加的恐惧,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危机感席卷而来。 很显然,他电话掉在桌子上,另一边的陈海洋已经不想理会他,就挂断了电话。 现在关于向英锐的事情已无法改变,陈海洋不会身陷其中,更不能被牵连。 自然这些责任都要他们去面对了。 陶城南把电话挂断,整个人都像冰封一样坐在座位上,眼神中都是莫名的恐惧和害怕。 作为东阿市的市委书记,他很清楚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他拿起手机,就想要拨打向英锐的电话,最后犹豫地放下了。 现在若是向英锐真的被纪委带走,自己再打这个电话,反倒是漏下了。 向英锐事实上,此刻还不知道自己马上要被带走。 他刚刚从谭涛和韩云山昨天跟踪的行程中,调出两个人的行踪录像。 向英锐通过录像,看到昨天晚上两个人的行踪后面有车跟踪。 作为一个老警察出身的向英锐,非常警惕,看向旁边的陈斌问道,这个车是谁的车? 陈斌因为李洁诚被抓走,此刻也变得警惕起来,专门调查过,立即回应道,我已经查过了,这个车是陆宇司机的车。 陆宇司机的车。 向英锐想到,今天李洁诚见到陆宇,陆宇就给纪委书记工墙打电话,带走了李洁诚。 很显然,这就是昨天发现了李洁诚的部署,掌握了真凭实据。 妈的!这帮猪,把我们都害了。 向英锐怒骂一声,连忙站起身,看向陈斌说道, 我估计我已经要废掉了,我现在必须要做最后一波逃走,你自己如何打算,自己想办法吧。 陈斌听到向英锐的离别之言,脸色也是剧烈变化。 我被抓进去,也不会说出你,我建议你就干脆留在这里,继续找机会把陆宇给坑掉。 向英锐还是很不甘心的失败,所以对陈斌寄予厚望。 向书记确定不会把我说出去。 陈斌有些疑惑询问,我把你说出去又有什么用,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不了, 还不如让你留在这里,还有机会替我翻盘。 向英锐说完,将昨天晚上陆宇童萧梦辰和汪诗诗拥抱的录像刻录光盘丢给陈斌说道, 这里是陆宇童两个女人暧昧的照片和录像,到时候发不出去,或许还能够翻盘。 哎! 向英锐说完,叹息一声,对陈斌说道,我已经废掉了。 向英锐说完,已经不等陈斌反应,转身离开自己办公室。 陈斌望着向英锐的背影,明显变得憔悴,还有失落,往日的风采消失一空。 想到向英锐作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如今黯淡离开,很显然,纪委已经要被他下手了。 陈斌眼珠转动,灵机一动喊道,向书记,要不然,我们再狠一点。 向英锐没回头,眼底闪过一抹冰冷,说,你要不马上离开,然后我打电话举报你,这样一来,他们不会怀疑我,我留在这里,下部帮您报复陆语。 陈斌询问,语气中充满了一丝期待。 向英锐始终没有回头,但他眼底却闪过了冰冷,人没有不自私的,陈斌也同样如此。 他虽然刚刚把光盘丢得那么随意,但他内心也同样在考验陈斌。 陈斌还是没有经受得住考验,要把自己出卖了。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局面,就对陈斌点点头说道, 可以,一定要发挥好那些暧昧照片和录像的作用,把鹿鱼炒废,直接送上天。 向英锐说完,立即迈不离开,他的心中却已经都是冰冷。 陈斌成功了,那么这件事他认了。 陈斌不成功,反过头来,他就会把陈斌举报进去。 他也不甘心,就被抓进去。 向英锐出来,却没有给陶承南打电话,他知道陶承南不会管这件事情, 而且他绝对不能把陶承南举报出去。 向英锐找了一辆车,迅速回到家中,拿上证件朝着高速赶去,似乎要去往机场。 他也在做最后努力,想要逃走。 陈斌此刻已经拨通了工强电话。 你好?哪位? 工强的语气充满严肃。 工书记,我看到像书记刚刚匆忙离开,似乎有想要逃走的意向。 陈斌对工强举报道。 工强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变化几次, 他一直在坐镇纪委指挥, 等着省纪委副书记张刚的到来收网, 却没想到向英锐想要提前逃走。 这件事我知道了。 工强挂断电话,立即拨打陆宇电话。 工书记,张书记到了吗? 陆宇知道张刚要赶来。 张书记目前还没有打电话, 向英锐已经有逃跑迹象, 我们要不要提前收网。 工强试探着问道, 他怎么会提前要逃走? 陆宇倒是很冷静地反问。 我是听政法委副书记陈斌打电话举报的, 他也是看到异常之后给我打电话进行举报。 工强对陆宇解释。 不收网,继续观察。 陆宇很冷静地说道, 要不要告诉陶城南? 工强试探地对陆宇询问。 陆宇微微沉思片刻说道, 可以向他汇报了。 好的,陆市长。 工强挂断电话。 陆宇微微沉思片刻, 找到刘欣的电话拨打过去。 老大, 我老爸他们已经在帮我运作呢。 刘欣接通陆宇电话, 就立即说道,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向英瑞想要逃跑, 你一定要阻止将其抓住, 显示你能力和作用发挥的时候到了。 陆宇对刘欣说道, 刘欣眼中瞬间露出亮光, 我去。 还是老大好啊。 抓紧吧, 不要让我失望了。 陆宇挂断电话, 脸上也露出一抹轻松。 向英瑞如今想要逃走, 若是公安部的刘欣能够把将其抓捕, 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事业。 这样赵萍再提出让刘欣担任政法委书记, 就没有人会反对了。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契机。 不过, 陆宇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又拿起电话, 拨打了黄飞虎的电话。 老大, 有什么事? 黄飞虎接通电话, 严肃地问道, 向英瑞现在已经准备逃走了, 我没让纪委出手阻拦, 我给刘欣打电话, 让他来统一部署这件事, 但我依然不放心, 你暗中监视好, 千万别让他逃走。 随时与刘欣他们联系, 提供线索。 陆宇对黄飞虎安排得非常明确。 老大放心好了, 我肯定完成好这件事。 黄飞虎挂断电话, 就立即开始寻找向英瑞。 向英瑞此刻已经带好了证件和钱, 从东阿市离开之后, 开车走了一段高速后, 却从高速下来, 直接向着一个叫做海牙城市开去。 他并没有直接奔机场, 逃往国外。 刘欣判断向英瑞必然会要逃到国外, 已经将东阿市周边的几个机场进行了部署。 他更是带着卢旭辉亲自坐镇, 准备要来一场漂亮的抓捕。 宫墙此刻正在陶城南的办公室内 汇报关于向英瑞的事。 陶城南脸都黑得像锅底, 他觉得自己的脸彻底丢光了, 不仅因为被汪师师耍了。 向英瑞这件事情调查, 纪委书记宫墙竟然都不和自己汇报, 简直就是目中没有自己。 既然是你们纪委调查的, 陆市长也知道, 就不要来找我汇报了, 你们直接决定好了。 陶城南语气中充满冰冷和愤怒。 龚强知道陶城南会生气, 他也就很平静地说道, 省纪委副书记张刚马上就会道, 这件事都是你们纪委和陆市长的事, 关于向英瑞最后结果如何也都是你们的事, 不用向我汇报了。 陶城南说完, 端起水杯喝茶水, 已经是在示意送客。 龚强只得站起身, 看向陶城南说道, 陶书记再见。 陶城南都没有说话, 就像是没有听到。 龚强出来, 立即给陶宇打电话, 说了一下见陶城南的情况。 陶宇都已经猜到了会是这个效果, 只是告诉龚强不用管。 陶宇很清楚, 这次动了向英瑞, 也彻底会让陶城南爆发。 从今以后, 在这个东阿市的官场上, 大家就是针尖对脉盲。 自己既然来东阿市发展经济, 已经扫平了这些障碍, 吓不大家的博弈, 虽然激烈, 但也不惧。 龚强因为有陆宇的支持, 心中底气多少十足一些, 挂断电话, 就接到了张刚打来的电话。 龚强, 张书记您好, 您已经到东阿市了吗? 我们刚下高速, 正在往你们试纪委开去, 向英瑞是什么情况。 张刚语气充满严肃的问道, 向英瑞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已经逃走。 逃走? 张刚的声音都提高, 接着问道,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市政法委副书记陈斌打电话举报了, 我向陆市长汇报, 陆市长说不用管, 让他跑。 龚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只能对张刚如实说道。 张刚眉头宁紧, 你们现在马上想办法查到他的行踪。 张刚挂断电话, 直接找到陆宇的电话拨打过去。 张书记到了吧。 陆宇接通电话, 笑着问道, 龚强告诉我, 向英瑞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就逃走了, 你知道, 还允许逃走, 这是何意? 张刚对陆宇询问得很直白, 将要接任他的位置人选, 我希望是我同学留心, 从公安部空降下来, 所以我把这个立功的机会丢给了他。 陆宇对张刚这个老领导说得很直接, 你小子, 做事情总是这样匪夷所思, 都吓死我了, 这要是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怎么回去向赵书记交代? 张刚忍不住笑着对陆宇责备道, 张书记不用担心, 我肯定保证能够抓不到向英瑞。 陆宇连忙笑着保证道, 那好吧, 我到了以后就装模作样地去找, 但具体调查结果如何, 下不再说。 张刚挂断电话, 陆宇也没大意, 他找到了黄飞虎的电话拨打过去。 老大, 我正在跟踪向英瑞,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黄飞虎一边接通电话, 一边对陆宇说道, 那就好, 一定要保证不能让他逃走。 陆宇说完就挂断电话, 害怕打扰黄飞虎。 张刚的车已经开进了市纪委, 宫墙带众人迎接, 他上前伸出手, 对张刚恭敬客气地说道, 张书记您好, 辛苦恭书记了。 张刚与恭强的手轻轻握了一下就松开, 又与其他人简单地握手打招呼, 始终面色严肃, 之后就去了恭强的办公室。 具体说说情况吧。 张刚坐下, 看向恭强问道, 向英瑞这些年担任政法委书记, 他与原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全民等人合力, 一起分掉了冯氏集团上百亿的资产, 更是对于冯氏集团员工被暗杀事情置之不理, 对于家属报警还给予恐吓, 恭强将他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张刚。 张刚脸色阴沉似水, 眼中都是犀利和冰冷, 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向英瑞会如此嚣张和猖狂, 看来他们这些人之间还是很互相保护的, 李全民竟然都没有交代任何消息。 恭强微微点头, 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张书记, 我们要不要去见一下陶城南? 张刚听到恭强的询问, 就知道肯定有事, 于是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恭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说道, 我这一次完全按照陆市长的安排部署, 这让陶城南很恼火, 刚刚去给他汇报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们纪委和陆市长的事, 他不管。 呵! 张刚忍不住冷笑, 这难道不是多阿氏的事情吗? 难道不是他这个市委书记的事情吗? 要不然我们现在去见一见他,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恭强看向张刚试探着问道, 对方竟然不想看我, 我们也没有必要看人家了, 何必要主动呢? 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在故意与之羞辱。 恭强闻听倒也是这个道理, 就连忙点头说道, 我听张书记的安排, 不知道刘欣到底什么时候能收网, 要是真出现岔头, 事情不好办。 张刚脸上多少还是有一丝不安和担忧。 恭强没说话, 他的眼中也是多了一丝不安和凝重。 此刻正在跟踪向英锐的黄飞虎, 突然看到向英锐的车子竟然朝着海牙的海边开去, 黄飞虎眉头皱起, 似乎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 就在这时, 卢旭辉也给黄飞虎拨打电话。 向英锐在什么位置? 这个家伙怎么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卢旭辉和黄飞虎很熟悉, 开口就是询问, 倒也不客气。 我现在跟踪他来到了海牙市, 他正开车往海边开去, 似乎情况有些不对劲。 黄飞虎带着沉思推测语气说道, 卢旭辉脸上露出了一抹焦虑之色说道, 这家伙不愧是一个老公安, 真的很狡猾, 我们本来以为他会逃往国外, 重点都部署在了机场, 却没想到他要走海路, 是不是无法赶来了? 黄飞虎对卢旭辉询问, 我们的部署全部都失败了, 恐怕真的要让他逃走。 卢旭辉害怕事情出现最坏结果, 对黄飞虎就如实说道, 我知道了, 我马上与陆市长汇报, 等他做决定。 黄飞虎挂断电话, 立即给陆宇拨打电话。 飞虎, 现在什么情况? 陆宇心中也是担心出岔头, 按照他的推算, 刘欣应该抓捕成功, 却没有任何的消息。 向英锐现在来了海牙的海边, 我怀疑他想要从海陆逃走。 陆宇听说要从海陆逃走, 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冰冷, 他判断向英锐应该会坐飞机离开, 却没想到对方会从海陆打了个措手不及。 刘旭辉刚刚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们的部署都在机场, 恐怕这一次要出现岔头了。 黄飞虎的语气有些低沉, 透着压力。 他现在倒是能去把向英锐抓到, 但名不正言不顺, 将来有可能会让人诟病陆宇暗中培养力量, 正因为如此, 他才犹豫要不要出手。 刘旭这小子也不知道想的是什么。 陆宇没想到这么好的立功机会, 刘旭都没把握住, 有些失望。 陆宇当时甚至考虑刘旭只要坐镇指挥, 安排人就可以了, 何必要亲自去抓? 没想到刘旭想到的是带人亲自去机场抓捕, 这一下岂不是有些尴尬了? 不能让他跑了, 你必须把他抓住。 陆宇果断下达指示。 好的陆市长, 我听你安排, 抓捕后我和你联系。 黄飞虎说完, 挂断电话。 陆宇沉思片刻, 再次拨打刘旭电话。 老大, 对不起, 我这次判断失误,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刘旭现在已经听了卢旭辉的汇报, 知道自己的整个部署恐怕都要无效, 所以内心充满自责。 这件事你不要再说了, 如果别人问起来, 你就说这件事 都是齐雅如落实你的部署。 陆宇对刘欣提醒道, 刘欣倒是愣了一下, 对陆宇问道, 齐雅如来了吗? 你不用管了, 我会安排好的。 陆宇对于自己这个老同学, 也是真的包容, 挂断电话。 陆宇微微沉思后, 拨打了齐雅如的电话。 齐雅如看到陆宇打来电话, 立马接通, 笑着问道, 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听说我今天要来? 就给我打电话? 你现在到了吗? 你要是到了, 立即和黄飞虎联系。 陆宇没想到这要巧, 齐雅如今天来了。 只不过, 他哪有时间去谈情说爱, 直接说了自己的目的。 我知道了, 我会跟他联系。 齐雅如听出事情紧迫, 挂断电话, 立即拨打黄飞虎电话。 黄飞虎正下车, 朝着远处的一个海岛奔跑。 向英瑞已经发现了黄飞虎, 所以他逃跑的速度更快, 似乎跳进那个海里, 他就能够活命。 黄飞虎看到齐雅如打来电话, 立马接通, 一边跑一边说道, 齐局长有何指示? 你在哪里? 陆宇让我和你联系, 具体什么事都没有说。 齐雅如简单解释道, 黄飞虎知道陆宇是安排齐雅如 来拿走这个功劳, 但是反而轻松了。 我正在海崖东郊海边抓捕向英瑞, 他想要逃走, 我正追赶, 给我个定位。 齐雅如说完, 就挂断电话。 黄飞虎一边跑一边 给齐雅如发了个定位。 他眼前的向英瑞 已经来到了小岛的边上, 扭头看了一眼追来的黄飞虎, 眼底闪过一抹冷漠笑容, 直接一头跳进了大海里。 黄飞虎看到向英瑞跳海, 他直接把手机丢在路上, 同时边跑边脱掉衣服, 加快速度追了过去。 来到海边, 他都没有看下面是什么, 直接也跟着跳了下去。 黄飞虎刚刚跳下去, 就后悔了。 他已经看清了下面, 有很多岛礁, 更是有无数像利剑一样 石头竖起的石壁。 此刻若是撞在上面, 将会被扎个透心凉, 粉身碎骨。 他更震惊地, 则是向英瑞此刻 已经跳到下面, 靠在了一个平滑的石壁上, 目光充满阴冷, 手中握着黑洞洞的枪, 正对着他。 黄飞虎此刻就像自投罗网的鸟, 就要撞到猎人的枪口上。 黄飞虎在空中连忙吸气, 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有个躲避, 但是很可惜, 向英瑞已经扣动扳机。 砰! 子弹就像是利剑一样, 直接穿透了黄飞虎的腹部。 啊! 黄飞虎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在空中 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加快速度掉了下来。 鲜血更是开始在空中飞溅, 阳光下发出耀眼震惊的红色, 让人心头颤抖。 黄飞虎落下的正下方, 一个坚韧的石头刺, 若是撞上去, 一下就刺穿了, 比张刚的子弹恐怕都要危险。 向英瑞眼中黄飞虎似乎已经死定了, 所以他就没再扣动扳机, 而是想要省下一颗子弹。 黄飞虎在空中充满紧张和不安, 也涌起过一丝绝望, 他连忙甚细气, 让自己的体内多了一点点力气, 扭动了一下身体。 这倒是出乎了向英瑞的判断, 向英瑞本来以为黄飞虎必死无疑。 向英瑞的眼底闪过愤怒, 他已经再次将手枪对准了黄飞虎的脑袋, 想要把黄飞虎抱头。 搜! 黄飞虎的手突然扬起, 一把锋利的匕首朝着向英瑞的手就射去。 找死! 向英瑞怒吼一声, 已经扣动了扳机。 不过, 黄飞虎因为射出那一把匕首, 身体惯性之下, 换了个角度, 正好被枪击中在了腿上。 吐! 枪击中腿的声音响起, 鲜血瞬间再次飞溅在空中。 黄飞虎虽然感觉很痛, 却没有叫出声。 啊! 反倒是向英瑞惨叫出声。 扑通! 向英瑞的手枪握不住, 掉在了海水中, 他的手腕上插着一把匕首, 鲜血鼓鼓流淌, 正是刚刚黄飞虎射出的匕首。 向英瑞痛得五官都要变形, 整个人更是全身都发抖。 黄飞虎倒是松了一口气, 刚刚被第一枪击中腹部, 故意表现得受伤很重, 就是为了让向英瑞放松警惕, 否则真的再开枪, 自己就死定了。 他刚刚射出去的匕首, 倒是直接能够要了向英瑞的命, 但他知道不能杀死向英瑞。 向英瑞身上还藏着很多秘密, 正因为这样, 他才射中在向英瑞的手腕上, 让他的枪掉落大海。 黄飞虎此刻腹部用力吸气, 虽然鲜血还在飞溅, 但他还是调整了身体姿势, 准确地落在了向英瑞所在的那个岩壁上。 向英瑞看到黄飞虎来到自己身边, 他更加愤怒, 抬起脚对着黄飞虎就踢了过来, 想要趁黄飞虎站立不稳, 将其踢进大海。 砰! 黄飞虎二话不说, 抡起拳头, 对着向英瑞的腿, 就是一拳。 哎呦! 向英瑞感觉就像是踢在了铁柱子上, 无比发麻, 酸痛不已, 发出惨叫, 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陡峭的岩壁, 直接将他的屁股都给刺穿, 鲜血流淌出来, 他的叫声更加惨淡。 黄飞虎上前对着他的脖子, 就是一记掌刀, 向英瑞的叫声还没有发出来, 就昏迷过去。 黄飞虎彻底算是松了一口气, 快速地把自己的衣服解开, 看了一眼腹部, 伤势很重, 把衣服缠在腰部, 进行了简单的止血救治, 目光看向上面, 足有十几米的距离, 带着向英瑞, 根本爬不上去。 最恼火的是, 他并没有带电话, 所以现在根本就联系不上齐雅如, 或者是陆宇。 黄飞虎心中焦急, 自己也需要救治, 否则失血过多不好处理, 又看了眼腿上的伤口, 也同样不清。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打到骨头上, 所以骨头没有伤及。 齐雅如此刻, 已经按照定位来到了这片沙滩, 给黄飞虎打电话, 却没有人接听。 齐雅如继续朝着海边奔跑, 目光看向四周, 继续拨打电话, 终于耳边传来了手机发出的嗡鸣声, 顺着声音跑去, 看到黄飞虎的手机丢在地上。 齐雅如心头松了一口气, 快速跑过去, 把手机捡起来, 又顺着脚印的方向走去, 很快发现了黄飞虎脱下的衣服。 就这样, 齐雅如顺着这些路线, 一直走到前面, 来到悬崖边上, 低头看去, 正好看到黄飞虎抬头看来。 齐雅如一眼就看到黄飞虎受伤了, 连忙喊道, 你伤得怎么样? 项英锐抓到了, 我现在腹部和腿部受伤, 根本就无法上去。 黄飞虎算是松了一口气, 你等我, 我马上联系就你。 齐雅如立即拨打陆宇电话, 你找到黄飞虎了吗? 陆宇接通电话, 焦急询问。 我已经找到了, 不过黄飞虎现在腹部和腿部受伤, 掉在海岛峭壁上, 需要紧急救援。 有没有生命危险? 陆宇无比焦急, 声音都提高了好几倍。 暂时应该没有, 但需要抓紧, 否则情况很严重。 我现在就给刘欣打电话, 让他安排人救援。 陆宇挂断电话, 立即拨打刘欣电话。 刘欣接通电话, 有些不安地喊道, 老大, 情况怎么样? 抓到向英锐了吗? 向英锐抓到了, 不过黄飞虎受伤, 被困在海边的峭壁上, 你现在立即和齐雅如联系, 抓紧派人过去救援。 陆宇说完就挂断电话, 连多余的话都没有。 刘欣就知道情况非常紧急, 立即让卢旭辉与齐雅如联系。 卢旭辉很快就与齐雅如联系, 找到了齐雅如的位置之后, 与刘欣汇报, 刘欣派人赶往现场救人。 齐雅如也利用这个机会, 缓缓地从岩壁爬下去。 来到下面, 看到黄飞虎腿伤还在流血, 他把向英锐的衣服撕掉一条帮助包裹之后, 又看了一下黄飞虎腹部的伤势说道, 差点命都没了。 没事, 总算是把向英锐抓到了。 黄飞虎倒是咬牙挺着, 虽然满额头都是冷汗, 但脸上都是喜悦。 刘欣他们一会儿就会过来救援, 你不用担心。 齐雅如雨气中充满了感动, 也是焦急地看着上面, 期待救援快点到达。 一会儿我顺着跳下去, 然后游回岸边, 你们再把我就走。 黄飞虎看向齐雅如说道, 齐雅如当然知道黄飞虎要躲开的原因, 忍不住再次被感动, 眼睛都湿润了。 老大在东阿市特别需要人帮忙, 所以这次流星过来很重要, 我相信通过这次, 流星也会成长进步很多。 黄飞虎反倒安慰起齐雅如。 齐雅如点点头, 十几分钟不到, 他就接到卢旭辉的电话, 告诉齐雅如, 他坐直升机在空中救援, 已经马上到了。 齐雅如抬头看向天空, 寻找救援直升机。 黄飞虎先看到了直升机, 对齐雅如说道, 我一会儿跳海之后会往东侧游去, 你们到那边找我。 你放心。 齐雅如点点头, 拍了拍黄飞虎肩膀。 黄飞虎点点头, 顺着岩壁, 缓缓地往下爬去, 最后跳进了大海中。 齐雅如看到黄飞虎跳进大海, 就被海水瞬间卷走, 他的眼圈都有些微微发红。 陆宇的这些朋友为了陆宇, 简直可以放弃生命, 他都感动。 齐雅如与卢旭辉联系, 告诉黄飞虎的地点和大概方位。 卢旭辉心中同样感动, 将情况汇报给刘欣。 刘欣听完, 眼圈都红了, 知道这都是为了自己, 他亲自带人赶去救黄飞虎。 齐雅如和向英瑞 很快就被卢庆辉的救援直升机给带走, 不过另一边的刘欣, 却在海上来回地搜救, 找不到黄飞虎。 这让卢旭辉和齐雅如等人都捏了一把汗。 卢旭辉看向齐雅如说道, 你带着向英瑞回去, 我现在去找黄飞虎。 齐雅如也是担心黄飞虎, 对卢旭辉说道,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找到, 否则陆宇一定会无比伤心。 卢旭辉的心头涌起一股激动, 更是充满担忧, 黄飞虎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 却在大海中失去联系, 说明伤势很重, 情况很紧急。 卢旭辉也顾不上那么多, 开始与刘欣联系, 紧急去搜救黄飞虎。 陆宇此刻拨打通了齐雅如的电话, 情况怎么样? 找到没有。 陆宇拨通电话就对齐雅如问道, 齐雅如的心中也都是担忧, 极力控制情绪后对陆宇说道, 卢旭辉已经和我分开, 他也去帮助找黄飞虎了。 陆宇听到这个回答, 就知道现在找不到黄飞虎, 他心都疼得要低血, 挂断电话, 站起身直接下楼, 找车赶往了海牙市。 齐雅如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 脸色非常凝重, 现在也是担心。 刘欣与卢旭辉待人在周边海域已经搜寻了许久, 始终都没有黄飞虎的踪影。 无奈之下, 刘欣动用关系, 调动了海牙的警力, 还有其他的政府力量一起搜救, 可始终都没有黄飞虎的踪影。 我对不起老大, 刘欣看向卢旭辉有些情绪要失控地说道, 不用担心, 我相信黄飞虎没那么容易就死掉。 刘旭辉表现得倒是很淡定, 也很坚定。 要是没有受伤, 我倒是相信, 可他现在受伤了, 不好说。 刘欣依旧是担心自责地说道, 刘旭辉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只能是面色凝重地看向大海方向, 还在继续搜寻。 一个小时后, 陆宇来到了现场。 刘欣看向陆宇, 脸上都是歉意, 刚想要道歉。 陆宇已经白手制止, 看向卢旭辉说道, 黄飞虎是从哪里下去的? 卢旭辉抬手指了指刚刚的地点, 齐雅如说, 从这里下去的, 把我送到那个岩壁处。 陆宇说完, 就上了救援直升机, 刘欣立即安排人把陆宇送到岩壁处。 现场众人都不知道陆宇要做什么。 卢旭辉不放心, 快速地爬了下去, 很快就来到了陆宇身边。 陆宇到岩壁处, 就顺着血迹爬了下去。 陆室长, 这不行。 卢旭辉连忙阻止, 黄飞虎是我兄弟。 陆宇回应一句, 继续爬下去。 卢旭辉心中焦急担忧, 也只能是跟着爬了下去。 刘欣站在上面, 心中都是自责和歉意, 急得直跺脚, 手足无措。 其他警察和搜救人员, 就像是在做梦, 还没有看过一个市长亲自下去救人找人。 陆宇来到距离海面不到一米的距离, 跳了下去。 他跳下去, 就感觉身体剧烈疼痛, 发现下面都是石壁, 撞击得很痛。 陆宇心头就是一凉, 黄飞虎受伤, 跳到这里, 恐怕更加危险。 跟随而来的卢旭辉无法说话, 但能够看出来表情凝重, 心中都是担忧。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朝着水里游去。 两个人的视野变得越来越模糊, 陆宇还想要继续游进去, 却被卢旭辉拉住, 事宜不能进去。 陆宇不甘心, 但卢旭辉非常坚决。 就在这时, 陆宇感觉脚底仿佛碰到了人的身体, 他用力地拉了拉卢旭辉, 事宜脚下。 卢旭辉松开陆宇, 游了过去, 很快就看到了昏迷不醒的黄飞虎, 眼中露出欣喜, 对陆宇招手。 两个人算是松了一口气, 连忙一起将黄飞虎从水里拉住。 黄飞虎此刻已经完全昏迷, 什么意识都没有。 两个人拉着黄飞虎游了出来。 刘欣看到陆宇和卢旭辉找到黄飞虎, 欣喜无比, 立即组织人将黄飞虎三个人 拉上岸。 马上送医院。 陆宇连一口气都没有喘云就说道, 救援直升机送海牙市人民医院。 刘欣立即命令, 黄飞虎很快就被送往海牙市人民医院。 因为无法坐下其他人, 陆宇、刘欣和卢旭辉上车, 坐车赶往海牙市人民医院。 陆宇一边赶去医院, 一边给刘鹏拨打电话。 海牙市是南江省的下属市, 刘鹏现在正好就是市委书记。 刘鹏看到陆宇电话, 倒是有些意外, 接通笑问道, 你小子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刘书记, 黄飞虎受伤坠海, 生死未捕, 送往海牙市人民医院的路上, 麻烦你帮我安排好。 我稍晚一会儿到达。 陆宇焦急说道, 你放心吧, 别着急, 注意安全。 刘鹏语气平和, 但都是焦急, 挂断电话, 立即带着秘书, 亲自赶往医院。 刘鹏在车上, 给海牙市人民医院院长赵勇刚打电话, 让他做好救治准备。 刘鑫此刻也正在拨打电话。 电话刚刚接通, 刘鑫就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说道, 王局长, 我们有个商者正送往海牙市人民医院, 请你协助安排好医护人员帮助救治。 刘处长放心, 我现在就赶去。 海牙市公安局局长王昌海说完, 就挂断电话。 刘鑫打这个电话, 既是双保险, 也算是心理安慰。 十分钟不到, 直升机就到, 到了海牙市人民医院。 直升机着陆后, 却出现了尴尬的局面, 没有医护人员, 仿佛就像是没有人知道。 直升机飞行员有些发猛了, 没有办法, 只能是找到刚刚卢旭辉的电话拨打过去。 卢旭辉此刻和陆宇他们还坐在车上, 赶在路上, 至少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 看到飞行员打来的电话, 立即接通问道, 已经送到了吗? 人已经送到了, 但没有人来救治, 停在这里没人管。 飞行员的语气中也是充满焦急。 卢旭辉愣了一下, 没想到陆宇和刘欣都已经找人了,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让他们等一下, 我来打电话。 陆宇说完, 立即又拨打刘鹏的电话。 人已经送到了吗? 刘鹏接通电话, 语气中充满关切地问道。 已经送到了, 但没人给救治, 现在直升机停在那里, 没人管。 陆宇极力地压制自己怒火, 对着刘鹏说道。 刘鹏顿时就怒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己可是跟医院院长赵永刚专门打过电话。 在他眼中, 陆宇就是他的孩子, 陆宇的朋友就是自己孩子的朋友, 他二话没说就挂断了电话。 刘鹏在打医院院长赵永刚的电话。 刘书记您好。 赵永刚接通电话, 倒是很客气地喊道。 我让你安排人救人, 为什么现在人到了, 没人管? 刘鹏的语气中充满愤怒。 赵永刚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苦涩和尴尬, 对刘鹏解释道, 刘书记, 昨天来我们海牙准备参加演出的明星张圆圆 突然出现了病症, 正在急救中。 我们的专家都被他们给招去了。 刘鹏闻听, 瞬间怒了, 你这个院长不用干了。 王正阳,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代理海洋市人民医院院长。 刘鹏拨通电话, 对着另一边的王正阳说道。 电话另一端的常务副院长王正阳 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惊傻, 就像是买彩票中了大奖, 一脸猛逼地问道, 刘书记, 这是? 医院外面有个直升机, 里面有严重病人, 马上让用你们医院最权威的专家帮助抢救, 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刘鹏说完, 还专门说了一句, 我正在赶来的路上, 十多分钟后肯定道。 另一边的王正阳, 也彻底地冷静下来, 知道自己不是做梦, 兴奋地挥舞了一下拳头说道, 刘书记放心, 我马上去落实。 刘鹏挂断电话, 没有说关于抢救那个明星的事, 他也想要考验一下王正阳落实自己指示的执行力, 毕竟赵永刚的落实让他非常不满, 这可是陆宇的司机, 更是自己亲自打电话, 竟然在赵永刚的眼中不如一个明星。 王正阳从办公室内几乎就是小跑班出来, 一边跑一边拨打电话给各个客室下达命令, 结果回应都是在急救室, 王正阳愣住了。 询问听说都在抢救明星张元元的时候, 他脸上都是怒火, 岂有此理。 王正阳也知道为何让自己担任院长了, 他直接跑到了急救室门口, 看到这里围了很多人, 历声喊道, 通知里面的医生全部撤出来, 到外面抢救病人。 王正阳的这一声刚刚出口, 现场众人都震惊了。 赵永刚站在人群中, 他现在很纠结, 无比苦涩, 刚刚刘鹏在电话中已经把他免职了。 你算什么人, 赵院长在这里都没有说话, 你说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对着王正阳怒声呵斥道。 王正阳认识眼前这个人, 叫好鹏飞, 是海牙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好国焘的儿子。 若是往日, 他也要恭敬几分, 毕竟人家有老爸很厉害, 更是管干部的乌纱帽。 不过现在有了市委书记刘鹏的指示, 谁都不重要。 王正阳看向好鹏飞说道, 我现在是海洋市人民医院的代理院长, 我以院长的身份命令所有医护人员马上去外面救人。 你是代理院长? 好鹏飞嗤之以鼻, 目光看向了旁边的赵永刚, 仿佛就是在询问你不是院长吗? 赵永刚的脸上闪过一抹苦涩, 无奈地摇摇头说道, 我已经被免职了。 好鹏飞闻听, 勃然大怒, 这个张媛媛是他邀请来的二线名戏, 也算是个大牌, 结果陪他上床的时候, 因为玩大发了, 突然大出血, 所以送来急救。 他动用了各种关系, 安排人来抢救, 却没有想到还有人阻止。 我看你们谁敢撤出来。 好鹏飞愤怒声音回荡在走廊内, 让很多医护人员都露出紧张不安。 谁不出来, 就马上滚蛋。 王正阳说完, 目光注视外面的医护人员。 这些医护人员在经过短暂纠结后, 立即朝着外面跑去, 县官不如县管。 赵永刚都被撤职, 他们算啥? 都给我站住。 好鹏飞焦急大喊, 却没有人理会。 王正阳推开门, 对里面抢救的人说道, 我以代理院长的身份, 命令你们马上下楼抢救病人。 里面医生愣神片刻后, 看到外面已经没有医护人员, 立即纷纷点头, 二话不说, 跑出急救室。 病床上的张元元已经没人管了。 你们这是在杀人。 张元元经济人丁美丽咆哮, 可是没人理会, 毕竟刚刚抢救时, 大家都知道病因就是床上玩大了, 夸张玩法导致的结果。 好鹏飞觉得颜面扫地, 也不理会张元元的救治, 跟着下楼, 同时拨打了区公安局局长郑斌电话。 好少年好, 郑斌语气中都是恭敬客气, 对于这个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的儿子, 他可是要拼命巴结。 郑局长, 你现在马上带人到海牙市人民医院来抓人。 好鹏飞都没有多余话, 直接挂断电话, 脸上都是冰冷恼怒。 郑斌不知道什么情况, 立即带人赶来。 此刻医护人员已经将黄飞虎抬了下来, 看到黄飞虎中弹, 脸色苍白, 湿血过多, 都是非常紧张。 王正阳想到刘鹏亲自打电话, 内心都是慌乱和紧张, 对医护人员说道,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是。 众人答应, 立即推着黄飞虎朝着里面跑去。 好鹏飞看到是直升机运来, 非但没有思考什么情况, 反倒是觉得丢了自己大少的身份。 别他妈的救他, 让他去死。 好鹏飞大喊, 伸手阻拦, 但很不幸, 已经被医护人员直接抬手给推开了。 好鹏飞气得都要骂娘, 可是却无奈, 不想摔倒, 只能是连忙让开。 他的怒火也都对准了飞机驾驶员。 飞行员因为不知道黄飞虎病情如何, 就没有走, 等着刘欣下部安排。 就在这时, 警笛声传来。 好鹏飞看到闪电般驶来的警车, 心中狂喜, 就像是打了鸡血, 立即朝着警车走去。 警车刚刚停稳, 郑斌就急忙跳了下来。 好少年好, 请问要抓谁? 郑斌听着肥胖肚子问道。 好鹏飞看到郑斌这副恭敬样子, 心中算是出了一口气, 抬手一指直升机上的飞行员说道, 把他给我抓起来。 郑斌看到要抓飞行员, 倒是也愣了一下, 不过想到这是好鹏飞的命令, 也不敢有任何的耽搁, 立即点头, 对着自己手下一摆手说道, 飞机随意停放在医院内违规, 把飞行员抓起来回去调查。 郑斌的手下听到局长命令, 自然都不敢有任何的违抗, 很迅速地就跑过去将直升机围住了。 飞行员倒是愣住了, 自己好端端地怎么要被他们围住抓起来? 有种莫名其妙, 马上下来乖乖被抓, 否则我们可要说你拘捕了。 警察已经挥舞着手铐, 看向飞机上的飞行员对警告道, 你们是不是疯了? 我是在执行任务。 飞行员恼怒地对这些警察呵斥道, 看你才疯了, 竟然把飞机开到这里执行任务, 把他抓起来。 好鹏飞继续在旁边嚷道, 郑斌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对着警察说道, 还磨叽什么, 快点把他抓起来。 这些警察得到指示, 就像是得到了上方保健, 二话不说, 已经有人急着表现, 探手去扯飞机上的飞行员, 想要拉下来。 就在这时, 又一辆警车开不进来, 警车还没有停稳, 警车上的人已经对着这些警察怒声吼道, 谁让你们抓人? 现场警察刚想要开口回应, 看到车牌号顿时都吓傻了, 这不是市局局长王昌海的车子吗? 而下一秒, 他们也知道这就是市局局长王昌海的声音, 要抓人的警察全部都像是被点穴一样, 站在那里不敢动了。 郑斌也没想到王昌海会来, 他连忙快步地跑过来, 看向王昌海, 满脸堆笑地说道, 王局长, 这个飞机停在医院很奇怪, 我们带回去调查这个飞行员。 而, 而且是郝彭飞举报的信息。 郑斌很聪明, 把这件事情推到郝彭飞的身上, 希望王昌海能够有所畏惧。 王昌海现在都要骂娘了, 这可是刘欣亲自打电话安排的事。 要知道, 刘欣可是代表了公安部给自己打的电话, 这要是自己落实不好, 不就是不执行命令吗? 前几天, 公安部的刘欣带人在东阿市调研, 可是把东阿市弄得天翻地覆, 人仰马翻。 这要是自己的海牙公安系统也被调查, 肯定同样问题不少。 都给我走开。 王昌海极力抑制自己的怒火, 对着郑斌等人命令, 意思是让他们离开, 不要搅和进去。 郝彭飞在旁边闻听不干了, 他看向王昌海冷冷地说道, 王局长什么意思? 难道你也觉得他们不犯法, 能够停在这里吗? 王昌海本来还是很想给郝彭飞面子, 不想与郝国焘发生冲突。 毕竟人家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但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 就对郝彭飞说道, 郝先生, 关于这件事到底如何? 不需要你管, 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王昌海的本意是希望郝彭飞快点离开, 免得一会儿留心过来知道了这件事, 大家更难处理, 更尴尬。 他更是用了郝先生的称呼, 就是保持距离, 给足面子。 郝彭飞却不是这样认为, 他觉得自己没面子了, 而且还是被打脸了, 顿时脸色冰冷地对王昌海说道, 王局长,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 我父亲马上就来了, 现在这个飞机就是非法停放。 郝彭飞的这份高傲, 让王昌海有些无言以对了,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事情难办了。 王昌海只能是尽量平复一下自己的恼火, 对郝彭飞又说道, 郝先生, 我劝你还是抓紧离开, 不要参与在这件事中。 郝彭飞听到王昌海一再是相同的话, 他更加怒了, 冷冷地对王昌海说道, 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个人抓起来, 我和你没完, 而且, 我还要告诉你, 我一会儿就告诉我爸爸, 这件事就说你们不讲原则。 王昌海彻底被他弄得无语了, 只能是看向自己带来的人大声说道, 谁要是感动这个飞行员, 就给我扣起来, 该如何处理, 就如何处理。 王昌海更是看向郑彬朗生地说道, 这件事情回去以后, 我会严肃处理, 一定会查清, 该承担什么责任, 就承担什么责任。 郑彬闻听下的一哆嗦, 脸上都是恐惧和害怕, 没想到王昌海如此愤怒, 王局长, 这件事是不是有些大惊小怪了? 就在这时, 人群外面传来一个充满威严的声音, 郝彬飞听到这个声音, 就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 连忙扭头大声喊道, 爸! 海牙市人民医院竟然无视病人, 他们完全就是所有权利救治谁, 根本不管普通病人死活。 郝彬飞的恶人先告状, 让现场氛围瞬间紧张起来。 王昌海等人目光都看见了 郝彬飞父亲郝国涛, 没人敢首先开口。 郝国涛那张很长的脸上, 此刻因为生气变得更长, 也更加充满了危严感和压迫感。 郑彬的心中则像是涌起了一股希望, 他希望能够把王昌海抵抗过去, 自己就平安了。 王昌海想到这可是公安部 打电话安排的任务, 自己必须要完成, 他也只能是顾不上郝国涛的组织部长身份, 硬着头皮说道, 郝部长, 这个伤者是公安部打电话过来, 让我们救治的人。 郝国涛听到这个消息, 忍不住眉头皱了皱, 脸上多了一抹沉思, 显然没有想到任务如此重。 公安部的人又能怎么样? 难道不应该有先来后到吗? 难道不有病人轻重缓急吗? 郝彬飞在旁边一副 义正言辞的样子说道, 郝国涛没有阻止, 而是看向王昌海, 等着他的解释, 很显然他也赞同儿子的说法。 王昌海额头有些微微冒出冷汗, 可他没有回头路, 还是要坚定地落实下去。 于是对郝国涛说道, 医院有那么多的医生, 为什么就会出现医生的慌呢? 王昌海的这句话问得非常犀利, 也更是问到了点上。 张元元出了意外以后, 郝彬飞立即给父亲打电话说了情况, 郝国涛给赵永刚打电话, 让他安排最好的医护力量。 赵永刚接到市委组织部长的电话, 当然不敢有任何的马虎, 他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就把所有的医护专家 全部都叫来一起抢救。 这样一来, 就造成了所有的人都在忙抢救张元元一个人, 出现了其他病人没人管的局面。 郝国涛虽然觉得这件事情被问得有些颜面无存, 但还是目光冷漠地看向王昌海说道, 不管是什么原因, 眼前必须要所有人都救治, 总不能厚此薄彼。 郝彭飞听到父亲这句打太极的话, 有些很不满意, 于是就对父亲说道, 这个直升机运来的人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呢? 或许还是一个犯罪分子, 所以还应该把飞行员都看管起来。 王昌海听到郝彭飞还在欲加之醉, 有些颇为恼火, 眉头皱起。 郝国涛没有说话, 目光看向王昌海也开始施压。 他不是什么罪犯, 他是英雄。 就在这时, 刘鹏沉稳冰冷的声音又在人群外面响起。 本来已经感觉压力最大的王昌海, 没有想到刘鹏竟然来了, 这让他无比欣喜。 仿佛看到救星, 连忙看向刘鹏说道, 刘书记, 这是公安部的刘新处长给我打电话, 让我安排救治的人。 刘鹏知道王昌海这是想要求助, 也知道王昌海感觉到了压力, 他微微点头说道, 这个病人我知道是谁, 我也是为了救他而来, 马上进行抢救。 王昌海听到这句话, 算是彻底松口气。 好鹏飞依然不服气, 看向刘鹏说道, 我朋友就在病房呢, 本来正在抢救, 凭什么不抢救我朋友, 而抢救你们的人。 好国焘听到好鹏飞质问刘鹏, 脸上露出一抹惶恐, 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 很显然觉得好鹏飞过分了。 刘鹏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看向赵永刚问道, 你之前是院长, 医院那么多医护人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医护人员都去了哪里? 赵永刚面对刘鹏质问, 吓得瑟瑟发抖, 刚刚自己因为没有落实指示, 已经免去了院长职务, 现在若是继续追究自己, 恐怕更要完蛋。 他一边抬手抹着额头上的冷汗, 一边看向刘鹏说道, 刘书记, 好鹏飞的女朋友, 因为身体出现大出血, 所以需要的医护人员比较多, 就都集中去帮助救治了。 刘鹏眉头皱了皱, 看向好鹏飞问道, 来我们海牙市演出的 二线明星张圆圆, 是你的女朋友。 好鹏飞面对刘鹏的询问, 脸上露出慌乱, 眼珠转动, 不知道如何回答。 刘鹏脸色阴沉地转头, 看向好鹏飞问道, 好鹏飞, 我听说你儿子已经订婚了, 这怎么又有个女朋友? 好鹏飞面对刘鹏询问, 弄得脸色尴尬, 本来就长得像马脸的大长脸, 此刻变得更长了, 狠狠地瞪了一眼儿子好鹏飞, 谁说有未婚妻了, 就不能再有女朋友了。 好鹏飞心中不爽, 对着刘鹏就怒斥反问, 刘鹏倒是没生气, 看向好鹏飞说道, 我们领导干部倡导加封建设, 我希望好部长能够在这方面做到表率。 简单的一句话, 刘鹏已经告诉好鹏飞, 这件事情他不相信, 更是告诉好鹏飞不满意好鹏飞。 好鹏飞连火辣辣的热, 他都后悔过来。 不过, 因为张元元的特殊身份, 若是炒作起来, 自己儿子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弄不好自己都要受到牵连, 所以他才硬着头皮而来。 刘书记提醒得对, 我会记住的, 关于这件事, 我会去调查。 好国焘只能是硬着头皮, 对刘鹏回应。 刘鹏没有理会, 而是脉步朝着医院里面走去,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黄飞虎的伤情。 王昌海等人都连忙, 跟在后面, 快速进入医院, 很快就来到了急救室的门口。 急救室的灯亮着, 不断有医护人员进进出出, 显得非常焦急慌乱。 刘鹏手中握着手机, 脸上都是焦急, 担忧黄飞虎的伤势。 黄飞虎在陆宇身边已经有一段时间, 刘鹏清楚知道是陆宇的重要助手。 这次虽然不知道是执行什么任务导致受伤, 但如今伤势如此严重, 心中也是惦记。 好少, 你倒快点找医生救救我们张元元啊。 啊, 张元元的经纪人丁美丽看向好鹏飞, 带着哭腔哀求。 好鹏飞的心中都是不爽, 更是涌起怒火, 故意煽风点火地说道, 现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抢救受伤的人, 根本就没有人管, 我也没办法。 丁美丽闻听, 顿时就急了, 满脸愤怒地说道, 好少, 这要是再不救治, 张元元就没命了。 没命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造成的, 也是他们这些人见死不救造成的。 好鹏飞俨然就是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还将责任都推给了刘鹏等人。 你, 你们要是在这种态度, 我就要举报你了。 丁美丽是真的着急了, 愤怒了。 你举报好了, 现在我身边有市公安局局长, 还有市委书记, 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好鹏飞说完, 还将目光看向了刘鹏和王昌海, 眼神中似乎都带着挑衅。 好国焘没有说话, 虽然脸色很难看, 但依然默认支持儿子。 刘鹏的脸色, 则是极其难看, 转头看了一眼刚刚出来的代理院长王正阳说道, 马上安排人去抢救张元元。 好的, 刘书记。 王正阳答应一声, 立即焦急地安排人去抢救。 丁美丽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 丁美丽看向好鹏飞, 却愤怒地说道, 你们海牙市真没有人情味, 尤其你, 就是个畜生。 好鹏飞被骂得脸色通红, 就想要发火, 被郝国焘用眼神制止。 我一定要这件事散播出去, 让整个娱乐圈里的人都知道, 以后所有人都不来你们海牙市。 丁美丽继续愤怒地说道, 刘鹏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 作为市委书记, 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觉得这件事情很丢人。 陈生问道, 好鹏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别人这样, 憎恨你? 好鹏飞面对刘鹏质问, 脸上露出了慌乱, 偷偷地看了一眼父亲好国焘, 眼神中都是可怜巴巴, 希望父亲开口帮助自己。 好国焘则扭头看向旁边, 没有理会, 当然知道好鹏飞做了什么龌龊的事, 他都不好意思开口。 尤其刚刚刘鹏已经说过, 他的家风需要加强, 他更不好意思开口。 旁边的丁美丽此刻对刘鹏的印象好了一些, 也就看向刘鹏说道, 你是海牙市的市委书记吗? 刘鹏点头, 我是。 丁美丽就像是找到了发泄青树的目标, 眼圈都发红地说道, 我告诉您, 这个好鹏飞就是个大变态, 他睡张元元也就算了, 还采取极其变态的方法, 结果差点让张元元大出血死掉, 现在还昏迷不醒。 哄, 丁美丽的这句话一出口, 顿时就像是炸弹在当场爆炸, 很多人目光都看向了好鹏飞, 眼神中都是愤怒和鄙视, 简直就是禽兽。 好国焘的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 阴冷地看向丁美丽, 露出恐吓警告。 丁美丽却毫无畏惧, 看向刘鹏继续说道, 我现在还要报警, 一定要把这个畜生抓进去。 你TMD还没完了? 好鹏飞都已经不顾刘鹏等人都在, 更是对他极度不满, 忍不住咆哮怒骂。 张元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件事我和你没完, 而且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畜生。 丁美丽被骂, 更是气恼, 越说越激动, 看向刘鹏说道, 刘书记要是不管这件事, 我也会找能够管的人管, 一定要严惩了这些家伙, 不能让更多的人遭殃。 刘鹏一次次被丁美丽开口提及, 他都觉得无地自容, 看向旁边的好国焘。 好国焘却是脸色阴沉, 没有说话, 仿若就像是没有听到。 刘鹏彻底对好国焘恼怒了, 冷声对好国焘问道, 好部长, 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 好国焘的脸色越发难看阴冷, 狠狠地瞪了一眼丁美丽, 说道, 两个人上床, 是你请我愿的事, 出现意外谁都没有想到, 你怎么能直接都怪到好鹏飞的头上? 刘鹏听到好国焘的这句话, 怒火上扬, 好鹏飞如此禽兽了, 好国焘还要保护。 在刘鹏看来, 好国焘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底线了。 刘书记, 你听一听, 这就是他们的话, 这不是畜生吗? 就算是大家上床, 都是成年人, 但也不能那样疯狂吧, 连人命都不管不顾吧。 丁美丽继续恼怒地说道, 刘鹏彻底恼怒, 转头看向旁边的王昌海, 把好鹏飞带回去调查, 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 该严惩一定要严惩。 是, 王昌海立即答应。 好鹏飞闻听紧张了, 连忙看向好国焘喊道, 爸。 好国焘也脸色冰冷地看向刘鹏说道, 刘书记, 你什么意思, 难道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件事吗? 刘鹏脸色阴沉似水, 难道不应该给人家患者交代吗? 这件事可是对方举报。 好国焘嘴角抖动两下, 眼神露出阴狠冰冷, 刘书记, 我知道了。 他转头看向好鹏飞, 带着提醒语气说道, 配合警察调查, 一定要配合调查清清楚楚, 绝对不能被冤枉了。 好鹏飞心头就是一凉, 但也知道眼前的情况改变不了, 只能是硬着头皮说道, 好的。 好国焘给好鹏飞递了个眼神, 脸上都是提醒, 好鹏飞算是松口气。 好国焘目光又冷漠地扫过王昌海, 虽然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都是冰冷异常, 一切都在不言中。 王昌海假装没有看到, 现在必须要坚决落实刘鹏的指示, 刘鹏已经彻底愤怒。 再说了, 就算是帮助好鹏飞, 好国焘也不会感激。 带回去调查, 王昌海说完, 安排人带走调查。 好国焘看向刘鹏, 刘书记, 我先走了。 刘鹏点头, 没有说话, 知道对方憎恨自己。 好国焘出来, 脸色极其冰冷, 边走边拨打电话。 电话接通, 好国焘满脸堆笑, 对另一边说道, 你书记, 我是好国焘。 另一边的人就是倪海川, 他笑着说道, 国焘啊, 有什么事情吗? 你书记, 今天公安部执行什么任务吗? 怎么有人受伤, 送到海牙市人民医院, 还是直升机送来, 刘鹏非常重视, 甚至愤怒无比。 好国焘并没有说自己儿子的事情。 倪海川就是一愣, 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多多转转, 提拔为了省委书记, 来到了南江省, 现在也是想要笼络人。 好国焘通过关系, 搭上了倪海川。 倪海川因为海牙市市委书记是刘鹏, 倒是很想要重用好国焘, 制衡刘鹏。 毕竟这个刘鹏是肖忠明的妹夫, 又是陆志国提拔的人。 而在丰都县洪水毁坏重建过程中, 南江省给予了重要支持, 刘鹏亲自带队援建两年, 回来提拔为市长, 如今到海牙市担任市委书记。 几乎就是刘鹏成就了陆宇, 陆志国成就了刘鹏。 加上肖忠明的关系, 刘鹏试图一片光明, 他心中不爽。 回想当年倪洪超刚刚到丰都县 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年轻有为, 而那时候的刘鹏才刚刚调为一个正处, 还是去了秘云市纪委当个常务副书记。 无论是年龄还是发展前途, 都远远不及自己的侄子。 可是这些年过去, 自己的侄子才刚刚调了个副厅, 而刘鹏已经是正厅, 这已经让他觉得很恼火。 更让他恼火的就是, 陆宇都已经调到了副厅级, 相当于倪洪超在原地踏步等了陆宇五年。 陆宇和刘鹏等人, 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 倪洪超要不是因为有倪家的资源, 这一步都很难, 后面的路同样更难。 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始终心中是个疙瘩, 始终都是愤怒难以平息, 一直记恨在心。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我会专门联系, 询问具体什么情况, 你等我电话。 倪海川挂断电话, 立即通过私人关系进行查询。 倪海川可动用的资源与好国焘的自然不一样, 他很快就查到了这件事情是在抓捕向英锐, 也听说了是黄飞虎受伤。 倪海川很容易就看清了这一步的布局, 目的就是为了刘欣去东阿市接任政法委书记铺路, 也看出了陆宇的现实。 想到刘欣与陆宇的关系, 若是真的去帮助陆宇, 陆宇在东阿市真的就是如虎添翼。 东阿市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点, 要是真的全力发展起来, 那将会让陆宇的政绩更多。 陆宇本来发展得就够快了, 如果到那时候政绩更多, 前途更加光明, 自己的侄子还怎么跟他相比? 倪海川想通这一切之后, 脸色变得阴沉似水, 也就动了想要把这件事情搞砸的想法。 微微沉思了片刻之后, 拨打了好国焘的电话。 好国焘一直在等着倪海川的电话, 毕竟自己的儿子被公安局带走了,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倪海川的身上。 你书记您好。 好国焘接通电话, 非常恭敬客气地喊道,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东阿市的政法委书记向英锐要逃跑, 陆宇安排他的司机黄飞虎进行抓捕, 在抓捕的过程中受伤了, 被公安部的人紧急运到海牙救治。 倪海川简要地介绍情况。 好国焘的眼珠却在不停转动, 思考中间的利害关系, 眼神中甚至还露出了一抹冰冷。 陆宇和倪洪超之间的恩恩怨怨, 官场上的人都知道, 更是知道倪家对陆宇恨之入骨, 于是就试探问道, 倪书记, 我需要做点什么步? 这次公安部的任务, 其实主要是想要帮助刘欣出一些成绩, 然后让他去东阿市担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倪海川简单地说了一下这件事的用意。 好国焘的眼珠转动, 很快就明白了倪海川的意思, 连忙说道, 我会让别人知道是黄飞虎抓住了向英锐, 而不是刘欣抓到了向英锐。 倪海川听后非常高兴, 好国焘一点就通, 已经明白自己的深层用意。 让外界知道, 这次抓捕向英锐过程中, 黄飞虎表现得要是非常好, 就会反过来将流星衬托得非常差,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去东阿市担任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此消彼长, 事情就完美解决了。 好国焘眼珠转动两下, 对倪海川说道, 倪书记, 我儿子好鹏飞, 有点让人失望。 他因为与一个二线明星张元元胡乱发生关系, 造成张元元大出血住院, 救治过程中, 医生重视张元元, 让刘鹏还发怒了。 刘鹏发怒了? 是不是因为想要抢救黄飞虎? 倪海川问道, 就是为了抢救黄飞虎, 这件事当时弄得非常激烈。 事情多了, 的确是不好办, 有些时候真是让人头疼。 倪海川装出一副颇为同情的样子, 不过他的语气中, 却更多地透着一种欣喜, 仿佛就是在告诉好国焘, 这就是突破口。 好国焘想到张元元是二线明星, 自己儿子这些事反正已经闹大了, 经济人丁美丽, 肯定会说出去, 那还不如索性闹得更大一点, 顺便把黄飞虎拉进来, 把刘鑫也拉进来, 甚至让刘鹏都被影响才好。 你书记放心吧, 我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了, 您不用操心。 好国焘对另一边的倪海川保证道, 倪海川很高兴, 就喜欢这种能够主动担责和做事的下属, 会让他省心不少。 于是就笑着对好国焘说道, 你试探研究一下这件事, 若是能够把这些事研究好, 也能表现出你的能力, 或许我们下部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方法。 好国焘闻听就是一席, 连忙试探问道, 你书记的意思是, 如今的东阿市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市委书记陶城南无论是什么原因, 都要被追责了, 所以他在那里待不了太久。 倪海川的语气中充满一种深意, 更是一种点拨。 好国焘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在提醒自己, 自己有机会去东阿市担任市委书记。 不过, 好国焘很快又有些疑惑问道, 你书记, 我听说东阿市可是本地派林立的地方, 那种地方怎么可能? 现在本地派很显然已经被打压得很过了, 本地派的人想要再去那里立足很难, 最好的方法就是空降别的干部。 既然陆宇是交流过去的, 那为什么别人不可以? 倪海川语气中充满浓浓自信。 好国焘的心中充满狂喜, 若是自己能够迈出那一步, 未来的仕途可就打开了一片天地。 自己在这个市委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 虽然看似风光, 但与市委书记的差距还很大。 就算东阿市只是个副厅级的县级市, 那么自己去当个一把手, 也比在这里当个组织部长要强多了。 你书记放心, 若是有机会, 我一定会去与陆宇较量一下, 我就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陆宇 能有什么超出烦人的地方。 好国焘很急于表态, 想让倪海川知道他的目标, 就是要对着陆宇。 当然, 他也知道这是倪海川最想要的结果。 陆宇现在最大的仇人, 无疑就是他们倪家。 倪洪超本来要在丰都县打败陆宇, 结果黯然收场, 不仅让倪家失去了一个未来之心, 更重要的是, 也让倪家的脸丢得稀里哗啦。 倪海川听出, 好国焘已经明白自己意思, 倒是很高兴, 笑着对好国焘说道,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事情一步步来吧, 毕竟眼前的事还是要眼前来办理。 倪海川挂断电话, 不再给好国焘说话的机会。 好国焘的脸上却充满欣喜和激动, 已经知道倪海川这是在对自己做最后的考验, 如果通过考验, 自己就有机会去东阿市担任市委书记, 顶替陶城南。 好国焘兴奋地握紧拳头, 眼神中充满冰冷, 他要去那里扫平露雨, 出气复仇。 想到这一切, 他的脸上已经露出激动和期盼。 好国焘认真琢磨后, 想到了将这件事炒作起来的方法, 于是他就立即开始打电话, 部署得很快。 在他的周密部署之下, 关于张元元在医院抢救, 没人给救治的事情, 很快就曝光出去。 张元元也算是个二线有流量的明星, 事情很快就发酵出来, 很多人都纷纷开始传播这件事。 张元元此刻还没有救治性, 经纪人丁美丽还非常焦急。 就在这时, 关于张元元的询问关心电话 就开始此起彼伏。 丁美丽本来就无助, 听到这些电话, 也变得更加恼怒, 于是就对于他们核实的信息 给予了肯定, 更是说了当时的情况。 就这样, 关于张元元在医院没人救治的事, 传播得越来越猛烈。 以至于海牙市记者和一些稍微有流量的主播, 都闻讯赶来, 纷纷曝光这件事, 想要蹭流量。 刘鹏非常恼火, 不知道是郝国涛故意泄露了这个消息。 他也没有想到郝国涛会这样狠辣, 毕竟事情闹大, 郝鹏飞也要受到牵连。 刘鹏想让公安局的人制止, 但这些人似乎铁了心一样, 就是不肯离开, 同时还要将警察制止的事情直播出去, 最后只能是制止。 丁美丽看到刘鹏等人屈服, 变得更加大胆, 开始不断施压, 故意大喊道, 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宣传出去,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这些记者和来直播的人听到这些消息, 内心更是欣喜, 就像得到了一个大褂, 变得更加积极。 郝国涛一直在医院外面, 时时掌控这些消息, 当他看到事情已经发酵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觉得应该抛出第二个大褂了。 而就在这时, 他也看到陆宇、 刘鑫和卢旭辉开车来到了医院。 郝国涛看到他们三个人, 就像是看到了三个敌人, 也激发了他的斗志,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更加浓烈, 知道机会来了, 时机到了。 郝国涛缓缓地拿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另一边传来恭敬客气的声音, 郝部长您好, 请问有何指示? 我听说关于二线明星张元元 在海牙市人民医院抢救, 没有医生救治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了。 郝国涛话说得很隐晦, 但语气中却透着得意。 另一边的人已经瞬间明白, 连忙巴结道, 郝部长的意思是, 我听说这次要救治的人 是陆宇保镖黄飞虎, 而这个黄飞虎 好像是帮助公安部的人 抓捕东俄市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向英锐 才导致的受伤。 郝国涛继续说道, 对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立即笑着说道, 郝部长的消息真是灵通, 我都没有听说这件事。 郝国涛笑着说道, 我也是道听途说, 不知道真假, 也许很多网民会去核实得很准确。 另一边的人已经笑了, 说道, 我相信很多人也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真的, 若是真的, 绝对有震撼性。 哈哈, 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同时发出大笑。 郝国涛挂断电话, 开始坐等好消息, 坐等事件发酵。 网上很快就流传出 关于黄飞虎帮助流星抓捕向英锐的事, 更是有人通过各种仿佛开始核实。 这件事同时一传开, 很多人就将这件事与张元元的旧质混淆在了一起。 一个二线流星的流量, 加上这传播开的公安部抓人如此失败, 瞬间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本来网上炒作的都是张元元无人救治的事, 现在反而变成了是利用全力救治黄飞虎, 而不救治张元元。 张元元儼然成为了受害者, 她的粉丝们也怒了, 开始在网上不停地批判这件事, 将海牙市推向了风口浪尖。 陆宇他们还不知道这一切, 陆宇此刻已经来到了急救市门口。 他来到这个门口, 可真是费尽千辛万苦一样, 是从这些记者和直播人员的人群中挤过来。 还有好几次因为碰到那些人, 那些人对他发出了愤怒的质问声, 甚至是辱骂声。 要不是因为看到卢旭辉他们穿的是警服, 恐怕更是有人愤怒。 而陆宇他们到来的这个过程, 也被他们给直播到了网上。 这让原本就愤怒的粉丝们更加愤怒, 也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推测。 陆宇根本就不知道, 也顾不上这些。 他来到刘鹏的身边, 焦急问道, 刘书记, 黄飞虎现在怎么样? 刘鹏摇摇头, 对陆宇说道, 具体不太清楚, 已经看到送进去好多血带了, 医护人员还在忙碌中。 陆宇听到这个消息, 脸上都是焦急和不安, 想到就出来时都昏迷在大海中, 内心更是担忧。 刘鹏眼神中充满了深深自责, 要不是自己指挥失误, 要不是为了把功劳给自己。 黄飞虎不能有这样的危险, 他都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两个嘴巴。 卢旭辉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送去提示, 让他淡定。 就在这时, 病房门突然推开, 代理院长王正阳从里面焦急地走了出来。 他看到现场有这么多人, 也是有些头大紧张, 但还是连忙凑到刘鹏身边说道, 刘书记, 伤者的病情非常严重, 我们医护力量恐怕无法救治。 刘鹏没有说话, 脸色冰冷, 显然也是急了。 陆宇已经连忙拉住王正阳的手问道, 到底有多么严重? 一方面湿血过多, 另一边在海水中浸泡太久, 他的很多器官组织都被破坏了, 除非是有内科的顶级专家抢救, 否则根本不可能。 王正阳虽然不认识陆宇, 但从陆宇焦急的眼神中看出了紧迫和轻易, 如实回应。 陆宇听到这个消息, 身体都剧烈一晃, 差点摔倒。 反倒是王正阳, 连忙将其拉住, 才没有摔倒。 刘欣向前, 搀扶住陆宇, 都要哭了, 他看向陆宇说道, 老大, 我对不起你。 陆宇, 淡定一点, 马上联系人吧。 刘鹏相对还是比较冷静, 知道救人要紧。 刘鹏拍了拍陆宇肩膀, 拿着手机, 走到旁边, 开始给萧忠明拨打电话。 如今, 也只能是动用各种关系, 邀请专家。 陆宇想到, 黄飞虎是圣灵云 给自己安排的保镖, 此刻应该告诉圣灵云, 同时, 让盛世集团也动用关系, 想想办法。 陆宇拨打圣灵云电话。 圣灵云接通很快, 焦急问道, 黄飞虎的病情怎么样? 有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网上已经把事情吵得沸沸扬扬, 他也知道了。 病情非常严重, 器官都被海水浸泡, 受到了感染, 需要一些顶级内科专家救治。 陆宇的语气非常低沉, 透着伤悲。 你给我打电话也没用, 干脆给你爸打电话吧, 那是你爸给你安排的保镖。 圣灵云何等聪明, 已经明白陆宇打电话的意思, 索性直接告知。 陆宇彻底愣住, 他做梦都没想到, 黄飞虎是自己父亲陆志国安排的保镖。 我知道了。 陆宇挂断电话, 稍微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拨打了陆志国的电话。 很多年了, 虽然陆志国的电话一直在他的手机中, 但每次除了陆志国给他打电话, 他从来不会主动打。 在他心中, 原谅不了自己这个父亲, 更是对自己的父亲已经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 这次为了自己的兄弟, 他还是给陆志国打电话。 需要我做什么? 陆志国接通电话, 没有多余的询问, 直奔主题, 他现在也在关注这件事的发展和动态。 黄飞虎的内脏被海水浸泡, 现在需要一些顶级内科专家救治, 否则, 陆宇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但声音已经很低, 有些哽咽了。 我知道了。 你不用着急, 我马上就安排。 陆志国说完挂断电话, 陆宇听着手机里面的嘟嘟声, 心头涌起复杂, 关键时刻, 还是父亲。 他仰头狠狠地闭了一下眼睛, 看向急救时。 肖书记已经开始帮助联系医生, 不要着急。 刘鹏拍了拍陆宇肩膀说道, 我也给陆志国打电话了。 陆宇声音有些异常, 极度复杂说道, 刘鹏没有说话, 只是捏了捏陆宇肩膀。 我到急救室里。 陆宇说完, 走了进去。 刘欣和卢旭辉眼睛都有些湿润, 他们看出陆宇的愤怒和痛苦。 现场那些记者和主播 还在不停地炒作这件事, 似乎就等着病情严重, 更似乎等着黄飞虎死掉, 让这件事变得越发严重。 急救室内的医护人员 看着走进来的陆宇, 都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陆宇, 觉得奇怪。 陆宇望着躺在病床上, 已经开腹没有知觉的黄飞虎, 忍不住泪水瞬间决堤, 快步走过去, 蹲在床边, 拉住了黄飞虎的手, 好兄弟, 你要挺住。 病床上的黄飞虎, 毫无知觉, 就像是个死人。 医护人员的眼中都是复杂, 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陆宇。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救治, 只是做着基本的救治, 仿佛已经就是做医护人员的人道主义事情而已。 陆宇擦拭一下眼泪, 看向医护人员说道, 麻烦大家帮助尽量严还我兄弟的生命, 救治的人员很快就会赶来。 医护人员点头, 却不知道如何回应。 陆宇神情落寞, 握住黄飞虎的手, 飞虎, 你要努力坚持住, 我已经给陆志国打电话了。 陆志国? 现场医护人员听到这句话都惊呆了, 对于这个曾经的南江省省委书记, 他们都认识, 没想到陆宇认识, 还直呼其名。 有些人已经开始拿出手机 百度查询陆宇的身份。 陆宇继续对黄飞虎说道, 从我离开陆家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发誓不会给陆家人打电话, 今天我主动打电话了, 我不能看着我的好兄弟死掉, 为了你, 就算是让我跪求陆家, 我都可以。 医护人员怒瞪口呆, 这是陆志国的亲人, 他们感觉身上的压力又中了几分。 飞虎, 你这几年在我身边, 既是我的保镖, 也是我的好兄弟, 没有你, 我或许活不到今天, 你今天的伤也是因为我造成的, 我陆宇欠你的太多, 你一定要活下去, 我还要等你结婚, 还要让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起玩, 一起成为好兄弟呢。 陆宇一边说, 一边握紧黄飞虎的手, 滴滴, 黄飞虎连接在身体上的仪器, 发出响声, 病人的生命似乎有了一些回应, 生命体征恢复了一些。 有一个医生惊喜地喊道, 同时目光看向陆宇说道, 陆市长, 你继续, 或许你的情感能够传递给他, 让他坚强一些, 等待专家的救治。 刚刚听到陆宇的这番话, 已经让这些人知道了陆宇的身份, 所以此刻, 他们对陆宇更加敬畏, 更加尊重。 尤其是看到陆宇对黄飞虎的这份兄弟情, 让很多人内心都感动不已, 这才是真正男人, 顶天立地。 陆宇听说自己的这种方法有了效果, 也同样是心中欢喜, 继续在黄飞虎的耳边述说着他们过去的兄弟情谊。 一件事情传到黄飞虎的耳中, 也听在医护人员的耳中, 很多医护人员的眼睛都湿润, 甚至流下了眼泪, 他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过去大家只知道陆宇是个一心为民的官, 却不知道陆宇吃了那么多苦, 受了那么多委屈。 再想到陆宇和自己兄弟同舟共计, 他们对病床上的黄飞虎也更加地尊重, 也更是期盼黄飞虎能够平安。 一个小时之后, 病房的门被推开, 走进来一群医护人员。 虽然戴着口罩, 看不清具体长相, 但是看他们的眼睛, 有些人已经认出, 甚至都震撼了。 这些人叫出来任何一个, 都是顶级内科专家。 就算是他们南疆省, 想要去请都请不来的专家, 却没想到此刻都来到了这里。 想到陆志国的身份, 这些人知道, 是陆志国请来救黄飞虎的专家。 陆宇也不认识这些专家, 这些专家看向陆宇, 其中一个说道, 陆市长出去吧, 我们这边要抓紧救人了。 陆宇站起身看向众人, 一个九十度的躬身说道, 感谢各位, 辛苦大家了, 一定要救活我兄弟的命。 陆市长放心, 我们全力以赴, 专家用力点头保证。 陆宇汉首, 转身走出了病房, 心中依然都是忐忑和焦急。 来到外面, 陆宇突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女人倩影, 竟然是圣灵云。 圣灵云美丽的眼眸中露出了一抹怜爱笑容, 无视现场众人的目光。 走过去, 将陆宇轻轻地搂在怀中, 没有任何安慰的语言, 却用自己一个女人最宽广的胸怀, 给了自己男人此刻最好的安慰。 现场的一些记者和直播的人, 依然还在喧嚣直播这件事情, 甚至将陆宇和圣灵云拥抱这件事都一起炒作了。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有流量, 只要有新闻就足够了, 至于人的生死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要的只是自己赚钱。 陆宇也渐渐地冷静下来, 看向圣灵云问道, 你怎么来了? 是陆书记让我来的, 我陪着这些专家一起来的。 圣灵云说完, 就看向陆宇说道, 这些专家都是心仪爷爷安排飞机送来的, 否则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 陆宇听到这句话, 内心再次波澜起伏, 这件事没有给赵萍打电话, 但他相信赵萍肯定知道了, 陆家也肯定跟赵家说了。 冰雪聪明的圣灵云, 当然知道陆宇此刻的心情, 没有多余的话, 只是轻轻拍了拍陆宇的肩膀说道, 救活飞虎才是第一重要, 其他事都不重要, 放下就好, 不用去多想。 陆宇点点头, 与圣灵云分开, 看向刘鹏说道, 对不起刘书记, 给你添麻烦了, 恐怕要让你们海牙事。 陆宇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 目光看向了面前的那些记者, 还有那些直播的人, 一切尽在不言中。 刘鹏倒是很淡定, 反而还笑着看向陆宇说道, 我想要花钱请他们来给我宣传, 还没有人来呢, 今天都免费来了, 这是我应该高兴的事, 更是应该感谢他们的事, 多好啊。 陆宇听到刘鹏这样说, 心中很感动, 知道刘鹏就是不想让自己站出来。 不过, 陆宇对于这些人的没有底线, 早已经恼怒了, 他看向这些人说道, 要求救人是我让的, 受伤的是我兄弟,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 你们想要炒作就炒作我好了, 炒作我有流量, 能上头条还能上热搜, 一举多得。 陆宇这句充满挑衅的话, 瞬间让现场氛围都变得有些微妙, 一直在看直播的郝博涛, 看到陆宇出面, 心中欢喜, 自己终于找到好的出手时机了。 他再次播出电话, 对另一边只是说了一句, 一定要把陆宇炒飞,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霸道。 郝博涛都没等另一边的人回应, 已经挂断电话, 注视着屏幕, 等着另一边的炒作。 陆宇此刻还不知道 郝博涛是幕后推手, 他只是希望能够给刘鹏减轻压力。 现场的那些记者们主播们反应过来, 纷纷地看向陆宇, 开始愤怒了。